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我是梁煙成 跟大家講講世界大事 講到中國這些科技 受到美國的制止 我相信中國也要餓身嘗膽 做好所有事情都能夠自己做到 才大聲說做什麼 否則很容易被人發現 你這麼厲害,當然要插你幾下 這都需要謙卑一點 中國近期發展 體制越來越嚴厲 越成功越來越嚴厲 其實應該要思考開放多些體制 不只是靠嚴厲 自己管得嚴就行 在對手非常強大的情況下 都需要有更多的開放性 發展自己 後面當然牽涉到一個問題 問題是美國對中國的擔心 不只是經濟和科技 最擔心的是 中國的制度 不用靠美國的制度 成功度 南美洲、菲律賓、印尼 跟美國認識的 那種民主和資本主義 其實是沒有成功的 但中國沒有跟美國 反而成功 是美國最不順氣的事情 所以美國無論如何都要整理 因為你不是跟它同質的國家 而是異質的國家 其實中國應該需要考慮 第一是維持自己 成為更加開放的制度 即是作為一個專政制度 可以更加開放 或者更加收緊 應該維持開放性 但維持思想文化的多元性 並非一定要一套東西 一套意識形態 不會真的成功 一定要多方面的共同集思 才能成功 所以中國這方面需要反省 中史未做到民主 都起碼帶來一種開放性的體制 另外中國需要有一種的 所謂建立文化自信 就要發展到一種 人民可以參與的文化和體制 就鼓勵人民有道德不得意 就鼓勵人民能夠參與 給建議政府 中國不是沒有給建議的機制 但是機制限了部分精英去發揮 例如政協系統這類 政協基本上屬於黨以外的組織 就是給一些人可以給建議 但是那些人基本上都屬於精英的人 如果普通平民 他怎樣去參與呢? 中國都說自己是民主的 民主其實叫協商民主 就不是選舉那種民主 協商民主有一個重要性 就是人民能夠參與協商才可以 其實民主最重要的成就 就是讓人民覺得他有參與 西方人說 我這票很重要 他是很神聖的 他是參與 但實際這個參與可能影響很小 但人民覺得他有參與 中國怎樣可以發展到呢? 就是人民都覺得他有參與呢? 雖然未達至那種選舉式的民主 但起碼從協商民主裏面 能夠廣泛的諮詢到平民的意見 這方面當然傳媒的自由 言論的自由 是會開放更多的開放性 才能夠使人民給到建議和覺得參與 那時候中國這方面 才能夠形成自己的優勢 如果只是掀制著、管著 是不可以的 開放些 讓人民參與些 那又盡快去追回 自己未有技術 讓自己盡快做到 就不用被外國夾著來玩了